大家好 我們是5566 5566巡迴演唱會 要唱回台灣啦 出道17年 首次在高雄舉辦演唱會 他們顯得相當期待 不過在宣傳過程 好像出現了一些初老症狀 首先其實報告一下 這個演唱會的日期是 明年的3月 3月11號 7號的 沒關係 我們再來一次 3月7號就是高雄的演唱會 那什麼時候開始賣票呢 11月2號 幾點 就這個禮拜六 中午12點 然後再拓圓售票系統 因為歌詞已經唱了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的歌詞 印在頭腦裡面就比較難忘 而且我們有花了一部分的預算 在提詞機上面 然後還有耳機上面 我想應該如果真的忘記 什麼流程 導演會在耳機裡面 偷偷Cue我們 提詞機是最好的 雖然有些初老症狀 但相信5566絕對還是會在 演唱會上表現得相當完美 除了期待他們在高雄場 會有精采表現外 表演嘉賓也讓人非常好奇 還有沒有別的 除了小刀之外的嘉賓 假的 都是小刀 覺得沒有新意 我們盡力而為 因為其實有時候 其實每一場 我們都還是有在邀請 但有時候就是剛好卡到 人家也在巡演 或是什麼的 那就有點難度 而且我們的重點 還是落在於就是說 這位來的嘉賓 也必須一定要跟我們有所關聯 有時候只是隨便找一個嘉賓來 然後唱一首歌 就感覺也很奇怪 跟你們有關聯了 很多都結散 都亂去 但是不是 還是可以有一些新的圖片 你們找紅孩兒好了 好不好 就說5566已經夠老了對不對 還有更老的 歡迎 有在邀請 但是還沒有確定 因為其實我們嘉賓的部分 因為56的演唱會 其實我們已經很滿 如果有邀請嘉賓的話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內容先刪掉 一段讓嘉賓可以表演 因為嘉賓來 總不可能讓嘉賓不表演 對 所以我們也要思考一下 就是哪一段刪掉 然後去請嘉賓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如果有機會促成的話 應該會是大家 覺得很驚喜的 對啊 然後 那當然如果沒有 也很驚喜 想知道嘉賓是誰的粉絲們 就要親自到現場支持 而5566巡演場場爆滿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唱回台北呢 目前應該是沒有了 目前知道的狀況 因為基本上5566演唱會 我們是以打工性質 就是有哪邊需要我們呢 我們就會盡量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是走敲完演唱會路線 就是大家敲高雄 我們就高雄辦 那大家如果要敲我們 再回到小巨蛋的話 大家敲只要人數夠多 主播單位就會說 蛤 那我們再辦一場 搞不好又可以再敲回來 也不一定 音樂作品的部分的話 因為5566一直以來 就在各方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持續 跟大家有一個新的作品 新的方式去跟大家見面 所以在音樂作品上面 現在也正在努力當中 相信未來應該很快 就會有新的音樂作品 跟大家見面 粉絲朋友們 想在台北再次看到5566 就要更用力的敲碗啦 但在敲碗之餘 也記得支持 未來他們的新作品喔 完全樂 周夢杰 王俊傑採訪報導 走